大家好,我是木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富人和穷人同住一栋大厦 底层人民只能捡富人垃圾过日子的故事 如果有这样一栋大厦 从一楼开始,越往上的住户资产越丰厚 社会地位越高,你会住在哪一层 罗伯特是名脑科医生 他搬进了这里的25楼 算是处于富人生活区与穷人聚居区中间的过度地带 他在一次晒日光玉的时候 和夏洛特意外打了个照面 夏洛特是个魅力十足的女人 罗伯特对她一见倾心 夏洛特显然对她也极有好感 还邀请她参加自己的派对 在派对上,罗伯特认识了孕妇海伦和她的丈夫理查德 理查德是个社会纪录片导演 十分好女色,喜欢跟别的女人打情骂俏 罗伯特虽然很少参加派对 但这一回他玩得最生梦死 他还做了一个梦,许多美女围着他转 自己过得相当潇洒快活 他就像这里的王 有个大胡子男人将他请去了40层顶楼 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座奢华的园林 还见到了大厦的总设计师 设计师对他讲述了自己设计大厦时的畅想 并表示希望将来把这样的大厦做成社区 显然他并不觉得自己对大厦阶级分明的规划有任何问题 罗伯特和设计师相谈甚欢 设计师还邀请他参加他们顶层富人的派对 跟之前那个派对不同 这里的人显然更喜欢中世纪的风格 在宫愁交错衣箱并营间 罗伯特的西装打扮与这里格格不入 还被富人们无情地嘲笑了一番 虽然设计师对罗伯特很客气 但他的手下十分瞧不起罗伯特 明明是设计师要请罗伯特上顶层打球 手下却十分无理地把他推进了电梯里 罗伯特拿来的红酒也被当成垃圾人了 这是罗伯特第一次直面阶级之间的骑士 属于中产阶级的罗伯特过得尚且狼狈 更不必说住在底层的人们了 由于顶层的富人用电量巨大 底层经常面临断电问题 他们因此和大厦管理员发生了冲突 他们和富人交了一样的电费 却得不到一样的待遇 还有人的女儿在黑暗中 被顶层的人骚扰却无人受理 底层的孩子们去游泳池被赶了出来 愤怒的理查德组织孩子团直接去闹 此时富人们正在游泳池里开着派对 经他这一搅和派对被迫中断 一个女明星的爱犬还被扔进游泳池里淹死了 顶层人和底层人之间的矛盾 日以激化 斗争以处即发 他们争夺着同一栋楼的资源 并为此干架 大厦里彻底乱了套 甚至发生了用老婆交换食物的事情 两派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斗争 而处于过度地带的罗伯特 成日待在家中 巧妙的置身事外 设计师作为这栋大厦的创造者 也是划分阶级的关键人物 他自然成为了底层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当他出现在底层人面前 人们将他残忍杀害 斗到最后大厦里血流成河 尸横遍岩 男人们几乎都死光了 没死的精神也有些不正常 只剩下罗伯特一人独善其身 大厦里的混乱终于在警察的收拾下恢复秩序 也恢复了许久未见的平静 除了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夏洛特和海伦外 这里的其他女人们 也只剩下罗伯特这一个归宿 或许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当初那个梦居然会这样走进现实 本片来自剧情片摩天大楼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